主席长 本席现在手上有一份资料 这个资料是104年审计部审核原住民族教育经费预算编列跟执行的情形表 我们现在也有请审计长好吗 谢谢 审计部针对协助五家无线电视台数位频道还有公式上链 营造原住民族媒体环境 审计部纠举出跟原住民族教育法第九条第一项有关专款办理原住民族教育的规定未尽相符 必须要检讨改善 以服法治 然后更针对营造原住民族的媒体环境的经费纠举出 服务的内容尚非按原住民学生教育需要以及文化的特性 服务的对象也不是针对原住民的学生 所以跟原住民族教育法第四条规定未尽弃合 可是我们可以看到虽然104年提出了这样的纠举 我们可以看到这些预算持续的编列在原住民族教育 像是107年预算的编列 我们虽然可以看到协助五家无线电视台数位频道还有公式上链已经拿掉了 但是在营造原住民族媒体环境却还是编了 4.38亿他吃掉了我们原住民族教育的经费 请问一下主计长 审计长经过审计部的纠举以后 还可以这样子编列预算吗 审计长你有没有把你们告诉我的这个纠举的告诉我们的主计长 为什么你们已经看到了这个问题 历年来我们的主计长还是按照这样子的编列方式 我必须说明一下 有关于这个预算编列的话 我们会是说根据这个法令 我们会依法去编列 谢谢 你没有回答我的问题 你也没有回答刚刚您旁边这位省计长给我的公文 然后正式的纠举在我们的104年度原住民族教育经费 编略预算跟执行的情形表里面说的 4.38后来是跑到原民台的经贵去了 那你知道他是吃了谁的预算吗 他是从哪里来的预算吗 他是从我们的教育部里面 不能少于3%的预算里面 所以主计长 您的旁边站的是省计长 你们两个明显的 你们应该在同一个办公室吧 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落差呢 所以主计长在今年度的预算编列 6月份马上要 我不知道原民会跟你提出了没有 你们必须要注意 省计长 你必须要尽你监督的职责啊 应该不准原民会再吃掉原住民族教育的经费 也要告诉你旁边这位非常幽默的主计长 请他正式原住民的预算编列 你说不合法 他说合法 我不知道 我们的政府是大脑跟手已经出了状况吗 本习不是这个委员会的 所以我没有那么多的时间 我给你看一下 公共电视 也是从文化部里面出去啊 那原住民的电视跟文化也有关系啊 为什么我们就一定非得要从教育部里面 然后我给你看一下 我们的广电法里面 也说了在106年度的12月6号修正 他希望百分之地方的系统业者要缴钱到中央 然后百分之三十由中央您来管理 百分之四十是给县市政府 百分之三十是给财团法人公共电视文化事业基金 为什么原住民族法人的文化事业基金 不能够从这边跟那个公共电视一样呢 他一定要吃掉原住民的教育预算呢 更何况原住民族里面也明定规定 政府你要筹编预算 而不是从原住民族的教育经费里面去夺动 同样是两个电视台 为什么出处的是不一样 我不知道我们的政府出了什么问题 沈记长你可以回答我吗 谢谢 好谢谢委员 就是依照这个103年休业的原住民族教育法的这个规定 那么在这个教育经费 他有一定的这个百分比 那这个谢谢委员主教 所以这两年来呢 我们这个减速在目前在教育部 或是在人民会或是其他编列的这些原住民的这个经费 有没有符合 有没有落实这个法令规定 那么在经过这个委员主教 那我们导证 那行政机关也强化就是 教育部他把它明确化 就是说哪些经费是属于跟这个人民交易法相关的规定 那当然我们也发现说这个五家无线电台的这个经费的编列 我们记得说它应该不属于这个范围 所以我们提出意见以后呢 那么在107年 他这个五家这个经费呢 也已经从这个 严民的经费里面把它移出来 那我想我们最近 会再进一步来检数 在新的这个107年度的这个议算里面呢 那有没有哪些项目呢 还是没有符合这个原住民交易法的这个规定 我们会继续来做一些检数 如果发现有不合理的部分 我们再提出来给行政部门来做检讨 主机长你听到了没有 协助五家无线电视台数位频道还有公式上链已经拿掉了 但是现在原住民的广播电台又出来了 又吃掉了我们两亿 所以4.38亿跟我们的两亿吃掉了教育的经费六点多亿 我们原住民的教育已经非常的困难了 尤其现在教育部正在推动原住民族的实验教育 我们已经有11个学校已经开始上轨道 13个学校 未来还有11个学校是要筹备的 所以一大笔的经费是要建构原住民族的民族教育的体系 结果呢我们把我们的原住民电视台吃掉的教育4.38亿 我们的广播吃掉了2亿 未来有6亿要吃掉原住民族的教育经费啊 主机长 省机长 你觉得这个合理吗 我们的公共电视就可以吃有限广播电视法里面的30% 然后呢我们的公共电视也可以从文化部里面去 难道原住民的电视台跟文化没有关系吗 他只有教育吗 是不是文化部也应该编列一些预算 是不是按照有限广播电视法跟比照公共电视 也可以从广电法里面来弄而不是要从原住民族的教育 所以省机长跟主机长你们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 我们希望政府是议题的不要对原住民的电视台另眼相看 既然公共电视跟原民台是一样是政府支持的 就应该比照办理嘛 为什么原住民族的电视台却要从我们的教育部里面吃掉原住民族的预算呢 这不合理 所以省机长还有主机长 本席虽然不是这个财政委员会的委员 但是以上我提出的问题 希望你们在两个礼拜之内能够检视一下原住民族 原住民的这个原民会里面的教育的那个不合理的地方 我们都清楚知道原民会里面的编略预算 它的结构性发生了很大的问题 我相信省机长你比我还更清楚 因为我们两位同样在这里待了很长的时间 主机长可能上任才两年 我们清楚知道原民会的预算结构性 如果不大大的改善的话 其实有非常多真正需要用到原民会预算里面 去改变原住民的教育 改变原住民的基层的建设 其实是会有问题的 省机长你同意我的说法吗 谢谢我们愿意尽快来减速一下这个新篇出来的预算 如果觉得不合理的部分 我们马上就来通书 好不好 北熙刚刚有提到两个礼拜 主机长 我希望你收回您的幽默 因为原住民 原民会的预算其实不多 八十几亿 你也很告诉过我 你是最支持原住民的 而且你对原住民最友善的 也的确 我们在小小的预算里面的协商 原民会里面有什么困境的时候 你说私下我们可以处理 可是我们不要私下处理 我们能不能够正式的检视 原民会的预算结构哪里出了问题 我说原民会的主委如果没有这个力量 没关系 我们一块来检视 本习在这里已经五届的立委 已经十六年了 我看到原民会的预算从来没有改变过 所以主机长 省记长 你们如果愿意的话 是不是我们可以共同建立一个平台 我们请原民会一起来讨论一下 然后让原民会的预算 能够大大的来改变 这样子我们才能够把小小的钱 用到最需要的地方 而不是在草野协商的时候 主机长你的一句 我最支持原民会了 所以两千万如果不够的话 我们私底下再怎么样处理 我们不要这样子的照顾 也不要这样的同情 我们的真正的来改善原民会预算的结构 主机长 省记长同意吗 我花个时间 我约个时间 我虽然不会请你吃卤肉饭 但是我很愿意请你吃部落里面的小米 或者是红梨 那个才有益健康 好不好 谢谢委员 我们会根据法令以及省计部的 那一个报告的话 到省和通知来解决 大家共同的问题 好 谢谢 本期就约一个时间 好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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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